不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就是我国没有地震 实际上曾经发生 未来也有不少地震风险 是 矿物和地理科学局 已经出版了西马半岛 沙巴和沙拉越的危险图 列出地震风险区 政府敦促建筑设计 应该参考这个地图 加设防震结构 同时也会提供防灾教育 让民众准备应对地震威胁 环境部发文告指出 过去有多次地震 震央就在国内 例如沙巴从1923年开始的 将近100年里 就发生了4次 里氏6级到6.3级的地震 沙拉越1994年 也有一次5.3级地震 半岛方面 从1984年开始的将近30年里 发生过7次 里氏1.6级到4.6级的地震 而这还不包括 邻近国家强震后 我国出现的震感 全国各地共有60个动员地震仪 实时监测地震发生 并在2019年 出版了地震危险图 作为长期防灾规划 地理科学局正在和地方政府 及不同单位沟通 鼓励他们善用地震图 当局也会向 面对地震风险的地方政府 在地居民和学校 进行防灾教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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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